这里是越南的首都河内 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千年古都 在它一千多年的沧桑岁月中 你能看到皇城、文庙、佛塔 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也能看到街巷、教堂、住宅 蕴含法国文化的精髓 这里的树木中年长青 鲜花不败 众多碧波荡漾的湖泊 构成了它反如画卷的山水之美 2019年 河内举办了备受瞩目的第二次金特会 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2023年底 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 在短时间内接连到访河内 不但凸显了越南在全球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更表明河内作为一个国际交流平台的影响力 日益提升 河内既是越南的心脏 也是展现越南崭新面貌的明镜 那么这座城市如今究竟发展得如何 它到底有哪些独特的美景 本期视频就请和两颗太阳一起 拥有这座快速发展的越南首都 河内 河内坐落于越南北部 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及第二大城市 流经城市的母亲和红河及其支流 所冲击出的平原 红河三角洲 形成了越南北部的经济区域 它与越南南部经济区域 湄公河三角洲的越南第一大城市 胡志明市 形成了一北一南的两大核心城市 作为越南的首都 河内不仅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更是游客们旅行的热门目的地 因为这座城市 不仅拥有秀雅的山水美景 更因为它悠久的历史文化 遍布的名胜古迹 享有千年文物之地的美誉 河内在古代曾是中国的领土 自公元前111年 汉武帝设立焦纸郡 河内便在焦纸郡的管辖范围中 直至唐后的五代十国时期 这里逐渐独立并脱离中央统治 公元1010年越南第一个朝代 豊朝的开国君主李太祖 在这座城市定都 并将这里命名为生龙 李太祖将这里一座 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唐代城塞 改建为生龙皇城 生龙皇城既是越南这个国家建立的标志 也是越南封建制度的象征 在随后的九百多年间 皇城见证了王朝更迭 岁月流转 它多次被扩建 破坏和重建 直到今天的样貌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步入皇城 仿佛穿越时光隧道 处处都能领略到千年的风化 生龙皇城的建筑风格 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其中的许多建筑 都融入了中国古代宫廷建筑的元素 然而越南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不仅仅体现在外在的建筑 更体现在内在的思想 自豊朝建立出 孔子的儒家思想 就被确定为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一部分 同时 全国范围内都在大力修建文庙 而其中最重要的文庙 就是始建于1070年的河内文庙 现如今 文庙内的大部分建筑都是17世纪修建的 这些建筑的风格 与中国国内的文庙极为相似 庙宇内的数作庭院 以及一系列的碑亭和雕塑 构成了一座庄严肃穆 富有历史氛围的建筑群 当然 这座文庙也是越南最古老的大学 早期用于培养和选拔官员 除了文庙中 孔子的儒家思想 河内更有着深厚的宗教底约 位于文庙一北一公里的独柱寺 是越南最具代表性的佛教寺庙之一 始建于1049年的独柱寺 构造非常独特 它的主体建筑 处立在一根石柱上 仿佛一朵巨大的莲花瓣 传说寺庙是由李太祖临终前 梦见观音菩萨坐在一朵莲花上 得来的灵感 在这之后的400年间 越南又先后被陈朝和胡朝所统治 到了15世纪 河内还曾被明成祖朱棣派兵征服 并短暂统治了20余年 明成祖死后 越南人历历率军击败明朝后 恢复了独立 环剑湖作为河内最著名的第一风景区 这里的湖光山色间 还保留着当年的传说 据传当地神龙王曾在早些时候 将一把神秘的剑送给越南君主李立 以助其在战争中击败明朝军队 后来李立将这把神剑还给了湖中一只乌龟 还剑湖因此而得名 湖中心的小岛上 伊丽的龟塔是对那段神秘传说的生动展现 还剑湖四周被绿草如荫的公园环绕 是河内市民和游客休闲散步的理想之地 而夜晚时分 还剑湖岸边的璀璨灯光 更为城市增添了一份浪漫的色彩 在19到20世纪间近100年的时间里 这座城市被法国所殖民 法国人将所有在东南亚中南半岛殖民的地方联合起来 成立了法属印度支那 而河内在这其中的大部分时间里 都是法属印度支那的首都 所以在今日的河内 你能看到许许多多独具法国殖民风格的建筑 和绿树成荫的宽阔大道 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就是这座越南最古老且最宏伟的天主教堂 河内大教堂 又叫做圣约瑟夫大教堂 修建于1886年的河内大教堂 整座教堂的设计灵感源于法国的巴黎圣母院 呈现出典型的歌特式建筑风格 高颂的肩底 方形的塔楼 拱形的彩绘玻璃窗和精美的雕刻是它最显著的特征 与河内大教堂同样文明的地标建筑 还有被誉为河内艺术明珠的越南最美剧院 河内歌剧院 修建于1901年的大剧院 同样由法国殖民当局注视建造 建筑外观以巴黎歌剧院为蓝本 并融合了新古典主义的风格 给人带来一种典雅庄重的感受 接下来我们来到河内老城区最主要的商业街 36行街 早在离朝时期 这片区域上的每条街道 基本只卖同一行业品种的商品 所以叫做行街 于是也把这片街区称为36行街 后来法国人统治越南时 又重新修建了这片区域 那一时期 有许多法国人和印度人定居在这里经商 让这一街区变得空前繁荣 今天的36行街 仍然是购物的好去处 漫步在这一条条窄巷中 破旧的木屋商店 与斑驳的法式建筑 一定能给你带来一种 既繁荣又原始 既时尚又古旧的独特魅力 在法国殖民时期 海外河内修建了火车网络 在老城区里 修建的铁路 出现了火车近距离 在居民区穿越的奇特景象 这也成为今天游客 争相打卡的网红景点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带领越南人民成功抵御日本侵略 打败法国殖民者 并赢得越南战争的胡志明 成为越南的民族英雄和国父 在胡志明逝世后 人们违背了胡志明 生前希望火葬的意愿 在河内的市中心 为他修建了胡志明主席领 用于保存他的遗体 如今进入陵墓内部 便可以瞻仰和缅怀 这位越南的伟大领袖 高21.6米的胡志明主席领 融合了传统越南和现代元素 完全由花岗岩砌成 宏伟庄严 陵墓外围的平台上 是越南举行重大庆典 和群众聚会时的主席台 这是因为陵墓面对的 正是越南最重要的广场 巴亭广场 巴亭广场是越南的心脏 也是国家性集会和节日活动的重要场所 相当于中国的天安门广场 面积约有天安门广场的三分之一 1945年 胡志明就是在这座广场上宣布了越南的独立 巴亭广场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者 更是越南现代繁华的象征 随着越南实行革新开放政策20多年来 经济社会有了长足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越南的国际地位日益增强 以巴亭广场向外辐射 河内市中心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现代化的设计风格 融入了越南的文化元素 不断打破的天际线 为河内增添了一抹现代都市的风采 巴亭广场的北面 就是河内最大的湖泊西湖 虽然此西湖非彼西湖 但河内的西湖在越南的名气 与杭州的西湖在中国相差无几 享有河内最美风景区美誉的西湖 有着如明镜一般的湖面 湖畔的垂流伴随着微风的摇曳 宁静而优美 湖中小岛上的镇国寺 更是一座拥有1500余年历史的 越南最古老寺庙 寺中古塔林立 而其中11层高的六角连台宝塔 与相连的西湖河堂交相辉映 成为河内最具魅力的风景担当 今天的西湖河畔 人们在此兴建了许多住宅别墅 度假酒店和娱乐中心 因此这里也成为河内地价最高的区域 这就是文明世界的越南首都河内 古都昔日风华在 今朝河内繁华生 这里的一座座宁静优美的湖泊 一条条古旧狭窄的街巷 一间间装眼沧桑的庙宇 都在诉说着它传承千年的悠久历史 而一栋栋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 雨衣阵阵飞驰而过的摩托大军 又好似快速发动的马达 让河内承载着国家发展的使命 在时代的浪潮里 拥抱世界 迎接未来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记得点赞评论收藏转发 这里是两颗太阳 让我们下期再见